歡迎回到遊戲情報科,我是希治閣 今星期很多朋友都在P.A.問我同一個問題 即是說,希治閣你有沒有玩新芒亨呀? 行了行了,今集我再跟大家講一講 我身邊不同的朋友玩完這個Demo之後的玩後感 再為大家介紹幾款橫向我有覺得蠻有趣的遊戲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的頻道 我最主要就是每個星期六為大家介紹不同的遊戲消息 而星期三就會跟大家講一講 過星期的遊戲解八卦花生新聞 如果喜歡的話就記得訂閱及加入會員 好,即是開始今集的遊戲情報科 我相信你,你進來應該都很努力玩Mon Hunt 雖然只是Demo 但當日公開已經足夠炸爆任天堂的伺服器 就已經看到遊戲有多有魅力 不過大家都知道,要講Mon Hunt 我一定不是高手 所以我找了幾位本身Double Cross 時 已經是三條9HR 的朋友問一問他們的意見 到底今次的Demo 或是新作中,他們有甚麼看法呢? 頭盔先戴定 不同的獵人都會有不同的玩法及意見 可能你自己本身都是高手高手高手 你自己可能有些特別的想法 不妨在下面留言一起討論一下 但都是老規矩啦,互相尊重嘛 如果你是PS4 螢幕在Will 才入坑的話 今部作品都有很多不同的方向你要重新學習 因為今次遊戲中,其中一個新的重點就是加入了長蟲 令大家的移動方式有一個全新的體驗 同時在Demo 中 每一種武器都加入了兩種如Demo Cross 時的手技 今次就叫做鐵蟲絲招式 令到本身在World 入坑的朋友又有一個全新的玩法 之前的騎乘玩法 在今集中就進化了變成一個叫操龍系統 換而言之,大家就是可以控制魔物 除了可以拉怪撞牆之外 今次更加有一個粗龍的必殺技 如果同場有其他魔物的話 亦都可以引牠們大戰 新作中加入了一隻小狗 除了可以好像以前的艾龍媽一樣幫托攻擊之外 還可以當作助騎 今集遊戲主要就是玩和風 甚至乎比以前PSP版的和風味更加強 今次的魔物、龍 有不少都以日系的妖怪作男本 未來相信亦會有更多更強的魔物 如果你喜歡日系元素的朋友,都可以留意一下 很多未玩Demo的朋友都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今集的頂是否真的在傳說中那麼厲害呢? 我也有問一些朋友 他們就說可能最主要是Demo裡面 暫時未有屬性攻擊 所以在數字上 重型打擊系的數字相對就比較好看 TA 比較快都非常合理 但如果後期加上屬性攻擊 加上新的重機的話 遊戲的變數就會更加大 去到最後 老粉絲可能玩這個Demo 都是有點不習慣的 例如動作、操控、玩法 甚至乎是秘藥、傳屬慾等全部被改善 不過好像出World 時這樣說 有新元素才吸引到新玩家 講完Mon Hunt 不如介紹幾款其他作品 Rockman 的遊戲大家都喜歡 但之前Rockman 之父走出來開發新作 最後結果就未如理想 如果有其他人開發 甚至乎加上一些隨機生成的迷宮 不知道又會怎樣呢? 早在2014 年 已經有開發團隊做過一款Rockman 的遊戲 讓大家可以在隨機生成的迷宮中 進行一些類似Rockman 的冒險 當年名為20XX 的遊戲 在 Indie 界大受歡迎 今次開發團隊再接再例 推出系列的新作30XX 雖然看來玩法和元素跟Rockman 真的很相似 但玩上手除了多片的環境之外 最棒的地方就是可以跟朋友合作 遊戲重玩性亦比傳統的Rockman 來得強 如果你說要拿這部作品和Miteena Burn Eye 給? 那隻垃圾就算了 又不是每一隻雜資的遊戲都好像Miteena Burn Eye 似的 起碼來自惡魔城之父的Blusting 不是這樣 推出遊戲之後反應很理想 它一直都有不同的更新 最近又有一個經典模式給大家玩了 Blusting 雖然它的感覺是有點像惡魔城的影子 但動作上始終都是現代遊戲 這次的Classic Mode 就連玩法都變成好像以前的惡魔城 玩法也好、UI也好 有十足十往日的味道 最重要是甚麼? 免費更新 本身買了這遊戲的人 記得進去試一試它 接下來介紹這款遊戲 對我自己而言都相當有童年回憶 因為我小時候都上過電腦班 當時不是有很多Software 學的 反而就是要我們用小畫家、DOS 用英文字去砌一個大的圖畫出來 今次這隻叫做文字遊戲的遊戲 美術風格就真的是這樣 它由台灣團隊開發 遊戲裏面沒有圖片 全部都是正體的中文字 雀鳥就給你一個鳥字 火把就給你火把兩個字 海、山一樣沒問題 所以如果你自己喜歡玩文字RPG的話 今次這隻真文字RPG 你又喜歡嗎? 去到最後,講些正經事 好多謝一直以來支持我這個頻道的朋友 最近有很多新朋友對我自己這個頻道 接說過有少少意見 如果你是新朋友 又或者沒有在我直播中聽過我講的話 請容許花最後少少時間聽我講一講 誠實講的,單靠YouTube的收入 我們是無法做到一星期兩條 甚至乎三條這個質素的影片 我們都知道單單靠某種經濟圈的內銷 只會令到這件事越來越弱 在之前發聲之後 某個地區的公司都對我們這些多口的YouTuber 全部列入PART名單 經過半年沒有收入 我們亦都成功在相關的地區和公司 在他們無法繼續用我這些多口YouTuber 我們這一行無法像餐飲業一樣大叫告急 更加不可以在這一刻收皮 被其他人委任 所以我和有些同行都選擇繼續走下去 在對方的Category 賺對價錢 有很多觀眾朋友都很明白我們的想法 老實講,我不介意你認不認同我 不過我懇請你把這些難聽的話 只是在這個頻道或者對著我說就好了 這兩年有很多同行都很辛苦 大家都很努力走下去 你可以說我扮偉大的 但我都很希望大家不要再用言語去傷害其他人 最起碼我不想外人覺得 原來所謂的自己有 到頭來全部都是批鬥師 原來我講這些可能只能講到這裏 或者是最後這次了 未來亦都不打算再揮演其他東西 同眠吧 今集的遊戲情報科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的位置記得訂閱和加入會員 我是希治閣 下星期一還有HIT名的三細書 那我們到時見吧 拜拜